一年一次的运动会 孩子们尽全力参加比赛 但不是为了要拿第一 游戏以后我又到回来 又帮我的主员一起完成游戏 他们不会把输赢 比赛的输赢看到很重要 有一些弟弟妹妹 可能她的速度比较慢的时候 就有看到哥哥姐姐会去协助她 也不会很紧张地去说 你快点快点啊 反而是很有耐心的 慢慢陪她 要去哪里 在高原团队合作同样很重要 还融入了环保 学到分类 很好啊 这个因为它变成一个 有教育性的一个活动 然后带动孩子怎么去 再循环把垃圾 就我们再环保这样子 青山慈基幼儿园 则是遇到了下雨天 转移场地改到室内 活动很热闹 大家可以就是一起 一个早上 可能家长不看手机 因为平时可能我们自己要上班 就是很像这样子的一个互惯别断 会触径他们同学之间的感情 然后我们跟小孩子也可以玩得很开心 妈妈拉你辛苦吗 辛苦 拉得高 没有力 北海茨基幼儿园有同感 不论场地为何 亲子能够一同完成任务 都是最难忘的运动会 其实会比较好玩 比较舒服 对父母来说也比较安全 而且也比较 因为这些地方也比较小一点 然后可以一直跟孩子在一起 很开心 还有跟孩子一起 所以我觉得很满足 大家新闻马来西亚 最后报道